為何我的手這麼疲憊 為什麼會這麼不舒服 早安,Cindy,有什麼可以幫得到你? 我最近肩頸位就算不動也不知為何很痛 什麼時候開始? 大概上個星期 可不可以告訴我具體在哪個位置? 這些,這些位置,頸後面的位置 其實現在就這樣拉拉也會很痛 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頸椎路損的跡象 治療中我們會做四個範疇的事 第一是先放鬆肌肉,可能用手法 手法就是我們先摸哪些地方緊,放鬆它 有時候我們的放鬆就會用一些類似正骨的方法 我們叫做手法治療,排正頸椎 但是排之前有些人好像你這樣 已經痛了一段時間 還有可能這次是比較嚴重的 不過都痛了一段時間,積累了很久 我們會放鬆緊的肌肉 或者緊的筋膜,甚至肌肩 我們可能會用一些電療的方法 比如說我們叫超聲波 如果頑強一點,有些人可能緊得很緊 我們甚至不會用針灸的方法 可能你聽說為什麼物理治療都要用針灸 其實現在中西合璧 物理治療師在讀書的時候已經讀針灸 所以我們會用針灸的方法 電療的方法和手法的方法 但這些是不可以長久的 因為你始終都要針灸的 你也要繼續工作 所以我們會通過運動的方法 教你一些方法 讓你自己可以幫助自己 還有希望你的肌肉強化一點 它就不會那麼容易那麼累了 謝謝大家